8日清晨 音乐节目音乐银行的上班路如约举办 当天除Seventeen Pentagon Redvolved 咕咕蛋等人气组合以外 本周刚刚回归的宣崖也一同亮相上班路 对于在凌晨开始就在门前等待的粉丝来说 最好的礼物莫过于自己的偶像下吃的那一瞬间 而为了报答粉丝们的喜爱 即使日程繁忙 爱偶们也会在上班路上想尽各种办法 逗粉丝开心 Seventeen今天也是特地带来橘子 送给记者和粉丝 请合力满分 清晨也活力满满的咕咕灯 总是能让上班路的气氛 以下子活跃起来 每次温暖的咕咕中的那一期 寒冷的冬日里 泰民身着今年最流行的 All Black长款羽绒服亮相 虽口罩遮面也难打帅气 可能因为取道的关系 泰民并没有站到照片区供记者们拍照 这让记者们多少有些失望 圈牙大一配牛仔领先时尚 一头金发加上红唇性感撩人 真的很开心每周都能见到你们 下周五再见咯